作詞・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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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感恩大家出席今天法會的說明會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在十一的七號、八號、九號、三天 在我們新加坡要幹一件事情 幹一件什麽事情 這個事情跟每個人都有關係 就是幫助我們在不要稀里糊塗的過日子 你要明起來 實際上我們很喜歡光明不喜歡黑暗 為什麽呢 因為我們的靈光它就是一種光 它就是一種明 所以我們怎麽樣是自己真正的不再稀里糊塗 而明明白白的做一個人 這就是我們一生在努力追尋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是想讓自己大明起來 這個大明呢一個是內在的明 所以說我們內明了以後呢 我們的身體就健康了 你的心也放光了 肝也放光了 皮啊 胃啊 自己的五臟六腑都放光了 細胞都放光了 那你就什麽 你就光鮮了 你光鮮了你就嫩了 你嫩了你就煩老頑童了 所以我們現在人體生命裡面沒有了光 沒有了明 你身體才開始變得黑 然後老年半夜出來了 自己的五臟六腑也開始哭朽了 那麽呼出來的氣也是很臭的 這是什麽原因 就是我們的內臟啊 五臟六腑啊 四肢百分啊 現在開始少了光 開始不明了 那不明了就開始朽壞了 就像一棵樹 開始哭了 哭了的話這棵樹就很快地就什麽 就沒命了 所以說我們人一輩子來要幹什麽事情 實際上就是在尋找著一種光明 我們叫光明的使者 那為誰尋找這個光明 為你自己 那我是後來移民到新加坡來的 那爲什麽來呢 新加坡就放外不走了呢 我老家是中國的 以前的國籍是中國的 來到新加坡就不喜歡走了 爲什麽 那我覺得新加坡特別的好 好在哪裏 不是眼睛看到的高樓大廈 是我們這個社會特別的有直訊 特別的公平 相對於很多的國家 我們的社會是公平的 我們的社會是有序的 我們的社會是安全的 這個我前兩天帶了一個團隊去日本 日本是我們全世界少有的發達國家之一 但是日本給我的感覺就是什麽 什麽都好就是那個房間太小了 那個浴缸啊我往裡一躺起不來了 卡在裏面了 就這麽大小長長短 我們新加坡大的光光明明的 很寬敞 給人一種很舒適的感覺 爲什麽我們需要一個空間 我們不能住在一個太小的房子裏 或者塞在一個太小的浴缸裏 不能動它 你沒有空間 那你就覺得很難受 實際上我們人需要的是一種文明 這個社會的文明 這個社會的文明不是單單的一個物質的文明 而是你在這裏感覺到很舒服 很舒服 所以一個社會的文明 實際上是誰創造的 一個社會的文明 我們是人 所以說我們人類社會的文明 是由每一個人共同組合起來的 一個名了 一個名了 一個文明了 兩個文明了 三個文明了 一群文明人碰在一塊 就是文明的社會了 說一個人不文明了 兩個人不文明了 十個人不文明了 一百個人都不文明了 那整個組合起來的人群社會 那就是一個不文明的社會 所以大家對文這個字呢 一直以來都沒真正搞懂 文是什麼意思呀 名是什麼意思呀 話也是什麼意思呀 所以我們這次除了要舉行一次特別大的 孔雀明王大法會之外 我們還要搞一次文化研討會 國際文化研討會 但是我們這裡所說的文化呢 這次大家會見識到一種全新的不同的文化 你們之前都是什麼老子是哪一年的 釋迦牟尼佛是哪一年的 他教的什麼 這種是什麼 是文化的理論 沒有文化的實踐 文化的實踐就是把理論變成一個真實可以操作的技術 所以這次我們的如實到國際文化研討會不太一樣 我們要通過一些大世紀的演講 讓大家看到文怎麼去用 才能夠畫 畫誰 畫字很有意思 你們知道伊斯蘭他有一種說法叫聖戰 聖戰 但是真正的聖戰現在被扭曲了 真正的聖戰是拿著一匹匕首去殺人 但是這個人是誰 你看這個匕首這個刀尖像誰 那匕首是這樣拿著不是這樣拿著 OK 匕首這樣拿著就是殺自己 我們為什麼要殺自己 殺了你的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使你不聞名了 什麼東西使你野蠻了 什麼事使你噁心了 什麼使你墮落了 實際上很簡單的 就是一個我字讓我們墮落了 我 所以這個我字 然後有什麼東西呢 所以是一隻手拿著一隻鴿 那個古代戰場上拿著那個紅雲槍 或者是有面刀向外的 那個太長了只能用來什麼 殺人不能什麼 殺我 所以我們真正的話 是畫面自己 畫面自己的那個體力的那個裂根 那個裂根性 那個這一生養成的裂根 生生世世的 你要相信有過去世 你生生世世養成的一種裂根 這種裂根變成了你自己的知見 在佛法中它叫知見立知 是為什麼 無明本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自己自以為是 以為我學習的這個知識 就是全部的就是對的 我過去是累積到今天的知識就是對的 說這種叫知見 這種知見以後你特別的頑固的接受這種知見 知見立知你就開始什麼 不聰明了 什麼叫聰明啊 耳朵總 耳朵總叫聰什麼意思 耳朵十年八分都能聽得到叫聰明 什麼叫明啊 左眼睛右眼睛要放在一塊兒能夠放光 這種就叫明 所以叫耳聰目什麼 所以我們就開始不聰明了 你不聰明了你變成什麼了 變成糊塗寵了 你變成糊塗寵了 你的人生就是糊塗的 你按照自己的知見去看這個世界 按照自己的知見去理解這個世界 按照自己的知見去指揮自己的身體去做做事情 按照自己的知見去指揮自己的嘴巴說事情 按照自己的知見 指揮自己的大腦去想事情 這都是我 這個叫我知我見 這是我們一個文化有文化水平的人 他是要幹什麼的 他是要向自己宣戰 向自己的這個我知我見 向這個巨大的敵人 使自己糊塗 使自己失敗 使自己的人生經歷了磨難的這個我知我見 這個我宣戰 把這個我劃掉 殺掉 這就是聖戰 無論是基督教的聖戰 伊斯蘭教的聖戰 佛教的聖戰 那麼等等的道教的聖戰 實際上所有的聖戰都是向自己開展 戰勝自己的我知我見 戰勝自己的自以為是 很多人很欣賞我的想法 我的見解 我的決定 什麼都是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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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 人無我法無我 你有我的法 有我的知見 通通都是個對 所以我們要什麼 你是不是一個文化人 很簡單 你能否戰勝自己 戰勝自己的知見 你能夠戰勝的 你就是一個文化人 你不是 你即便是個博士 你即便是個大學教授 對不起 你不是一個真正的文化人 你的文而化的水平特別的低 所以大家重視誰是文化人呢 李嘉誠是不是文化人呢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人家能當我們華人首富嗎 但是李嘉誠的文化水平怎麼樣啊 怎麼樣啊 沒人知道她是什麼學歷了 我告訴你她小學沒畢業 所以她的文化水平怎麼樣 腰頭啊不高 小學沒有畢業 你們經常把自己的文化水平當成文化學歷 這是錯的 書念多的時候會變成書呆子的 你的知見會更多 你自己知見立知 會立了很多的知見 這個不可以 那個可以 這個什麼 這個要這樣 那個要那樣 你學了太多的別人的知見 你成書呆子了 你看看我們世界上 東方的李嘉誠 因為讀書少成為我們華人生活 那這個比爾蓋茨呢 他是大學逃學的 一年級不讀了 跑出去做生意 成為西方首富 我們為什麼成不了首富啊 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你讀書讀得太多了 六祖會弄大師 因為沒讀什麼書 一個大字不認識 人家成活了 人家成聖了 人家成祖師了 你看看 什麼叫文化水平啊 文化水平是這樣的水平 所以這種大師級的人物 他畫自己特別厲害 所以他畫了以後 他變成什麼 靈活性 就是靈活 什麼都是可以變通的 沒有不可以的 什麼都可以的 目標就是 能不能實現我的目標 實現目標 只要是可以變通的 我都變通 這個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它叫意知大 並且要永恆的什麼 變異 那麼在我們密法中 佛法的密法中 它叫什麼 叫方便為究竟 方便 我們佛法中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般若法門 一個是方便法門 所以你們看中國的大的寺院裡去 你看到它旁邊兩個門 一個是什麼 智慧門 一個是方便門 一個是般若門 方便為究竟 就是變通 變通 那麼你能夠變通 變通又有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什麼 不缺德 不可以傷害別人 在這種不傷害別人 另一大眾的前提下 一切都是可以變通的 一切都沒有頑固不化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你有知見 但是不理智沒有固化它 沒有固化成一個觀點 所以說從理論上的文化 什麼是文化 化 化就是變化 就是什麼 就是不要有自己 不要有自己 我們成什麼了 就是在佛法中它叫空性 所以當我沒有自己的時候 我變成空性 這個空氣呀 一旦你變成空氣 這個空性展現了 這個虛空你是虛空的話 你大了還是小了 你大了 如果你一回到自己的槍子裡 回到自己的支箭裡 這個虛殼太小了 你一旦把自己這個我化掉以後 變成虛空 變成這個法界 變成整個的虛 叫虛其心 老子說虛其心 哇你大了 整個虛空中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你的 所以萬化 你就進入了一個萬化大空 全都是你的 不是境界之中 所以說我們修行者 我們學佛法 文化人要幹什麼 就是把自己幹掉 怎麼幹掉 拿刀子同死算了 這個刀子是什麼 智慧刀 你不要真的拿刀子死了 這個要下地獄的 所以這個用於把智慧的利劍 匯劍 把自己那個頑固的我知我劍破掉 所以要用智慧 那麼這是文化的話 文是什麼東西 因為你不懂這兩個字 不懂文你不懂得怎麼去畫 你不懂文你不懂得怎麼去明 大家是不是文明人 表面上都像文明人了 穿的都挺整齊的 長得也挺對得起自己的 鏡子裡照了 我們每個人都是挺漂亮的 都自我欣賞 但是這是不是明 不是 是因為你不懂文 所以你臉上沒有光 為什麼很多人很喜歡來這個道場 哪怕來著睡一覺 老師講課他打憨他睡覺 睡覺醒來了臉都是放光的 我明了為什麼 明亮了嗎 明就是有亮光了叫明了嗎 對不對 那麼為什麼他來這個地方就亮了呢 我告訴你很簡單 因為他先聞起來的 他先聞起來的 我們怎麼樣才能夠知見不離知 把自己的頑固的我知我這樣畫掉呢 也是很簡單的 你先要聞起來 這個文字是什麼意思啊 很簡單 大家也都不太懂 實際上中華文化的所有的文字都是圖畫 你把它還原成圖畫 我們現在看下面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一個什麼 如果再把它連結起來是什麼 這個你們學過一經的人都知道 這個叫什麼 窯 窯裡面有什麼窯啊 一個陰窯一個什麼 陽窯 陰陽放在一塊會幹什麼呀 會放什麼 光 所以是會放光會不會明起來呀 對 你們都是好老師我看 但是做的咋樣不知道 說起來還理論上一套一套的 所以是今天的科學家告訴我們 一陰以陽為之什麼 道此乃一焉 此乃一經的秘密 所以我們為什麼這次要如實到三家文化的秘的研討會 三家文化的秘密在哪裡 就秘在這麼個東西上面 世界不單是我們中華文化的秘在這個地方 歐洲的埃及的秘在這個地方 希臘的秘在這個地方 天主教的秘在這個地方 基督教的秘還在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讓你學會放光的方法 所以文是什麼意思呀 大家一看放光是怎麼意思呀 咬是兩下的對不對 是不是 咬是兩下的 所以最後變成什麼不二的 看見沒有 所以你這樣來理解 咬上面變成不二的 當然是一個陽一個陰 變成什麼 一個加一個減 放成的光 所以文字上面這個點是什麼東西呀 光點兒 這下你才明白文字的文是什麼意思 文就是什麼 怎麼用這個什麼 一個陽咬 一個陰咬 然後放起來使之什麼 往一起什麼 放光 然後一放光以後 這個二變成了什麼 一 然後怎麼樣才能做得到 要什麼 雙什麼 螺旋 螺旋 雙螺旋哪裡來的 DNA 你看看 我教了很多好學生 好像是 說起來都一堂一堂 所以這是人類的 發現的 現在科學家才給他們一個名字 叫什麼 DNA 所以我們生命的實現 就是DNA 所有的細胞 如果你要想生成好的身體健康 你一定要有好的DNA密碼 然後生出的細胞就是好的 好的細胞生出的肝臟是好的 好的肝臟意味著到處都是光的肝臟 到處都是光的肝臟 你就不會鬧什麼肝硬化 你就不可以得肝壞死 就沒有肝腫瘤 哇 你就是健康的 你就是光鮮的 所以什麼是文呢 文很簡單的 就是借助天氣下降地氣升升 使自己能夠什麼 放光你才叫文了 這是文的理論 然後怎麼做 說玄之有玄什麼 眾妙之門 所以一練的時候讓你晃兮呼兮呼兮 晃兮 然後天氣下降地氣升升 通過百會通過會音一連通怎麼樣 哇 內光明升成了 自己體內的內光明升成了 內光明一升成了以後 按照同頻共振眼裡 你自己的小宇宙的明升起來以後 外面的大明怎麼樣 跟你引起了同頻共振 就大明了 並且是龍腦腔明了 胸腔明了 浮腔明了 六腰皆陽 大明忠實 牽掛成爺 你成了吹羊皮了 這是魯學的意經好不好 是不是命 所以理論上講了一套一套的意經 怎麼用 六十四卦陰陽什麼 又是對卦又是呼卦 講了老半天太複雜了 五道之簡之意 就是一個陰 就是一個陰 就是一個陽 就是一個陰陽放光 回到這就完事了 說一是把它日寫在上面 月寫在下面變成了日 一 然後我如果畫一個寫法 我把日寫在這兒 月寫在這兒是什麼 說一經是什麼經 明經 佛經是什麼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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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經就是廟裡的那些鬼啊神啊拜拜 然後就把它忽略了 我跟妳講 道叫什麼 因陰陽為之道 只要有陰陽放一塊 它不亮都是假的 因為陰陽也碰到必然光明 所以道經是什麼經 明經 佛經是什麼經 明經 所以是所有的 你把佛經 道經 天主教的聖經 交在實質上的 就是你要撞到上帝光 讓上帝光與妳同在 因為上帝光在妳身體裡面 妳就是活的 妳活的時候上帝跟妳同在 妳如果是讓上帝光走了 這個光明走了 妳就哭死了 妳就死是一個 對妳就是死的 上帝不在的時候妳也死了 但是上帝是上帝之光 上帝之光創造了 所以是所有的聖者 最後交給我們 那就是一個什麼 怎麼使自己反光 怎麼使自己打明 這是什麼叫文明 所以妳聞不起來 妳聞不起來 妳就明不起來 所以新加坡為什麼是一個文明的社會 因為我們新加坡的老人 從中國帶來的一個良好的什麼 文化 帶來了我們華族的儒實道三教合一的一個DNA 這種DNA根深蒂固的在妳們新加坡人的靈魂深處 心靈深處種下了種子 所以說妳們諸惡不做 眾善什麼 奉行 只要諸惡不做 眾善奉行 那麼妳就使自己體內的業力跟善相碰撞 善是什麼 羊的 妳的餓是什麼 陰的 陰的 陰的哪裡來的 所以我這一輩子諸惡不做 眾善奉行我專做好的 但是我哪裡來的陰 哪裡來的陰 無始節以來的生死輪迴的命攜帶來的 妳自己的靈魂前思轉思 妳沒有成天神 妳沒有成聖者 所以妳是個人 妳就帶著大量的惡來的 所以基督教告訴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原罪的 因為我們帶著大量的惡 才到人間來洗淨自己的罪的 佛教告訴我們 我們是什麼 我們要懺悔業障 無始節的生死輪迴 我們丟下的屍體堆積如喜馬拉雅山 我們的業力比七個八個九個 甚至十個喜馬拉雅山都要重 都要多 無始節的生死輪迴 不是一萬年 十萬年是無始節 那我們地球在這個宇宙中生成才不到五十億年 但是我們這個宇宙生成是一百四十億年 你堆積的業力都在妳的靈魂中攜帶 同時妳繼承了妳父親母親的DNA中的黑子 他們基因中攜帶的業力 就通過負債子還的方式傳遞到妳身上來 有些人說老是不公平 父親做的事 爺爺做的事 太爺爺做的事 該我屁事 現在法律規定 父親的債不用兒子還 那是陽世間的物質世界的法律 隱太空間的法律是什麽 你可以不還你父親的債 你可以不還你母親的債 妳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把父親的DNA還給他 把母親的DNA還給他 妳就不用還了 妳可以做得到嗎 今天科學家幫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忙 告訴妳身體裏的基因 一半是父親的 一半是母親的 妳既然拿到它的DNA 它就是個密碼 這個密碼裏全新記載著妳父親的醫生 母親的醫生 還有父親的父母的醫生 母親的父母的醫生 往上一推推推推 推到五百年 這五百年來的DNA 妳身上的DNA 全新攜帶的 它神稱的善跟惡都做了妳 都做了妳 這就是妳的命 同時妳的靈魂上攜帶的 往生往生的信息也都被妳帶不來 這個DNA中有很多的大量的黑子 我們知道這種 能夠放光的是好的基因 但是它還有一種是什麽 可以有剪輯的連接 但是不放光的 黑色的 黑色的最後變成了一團黑子 黏在這個地方 那這種黑子它有絕緣作用 使妳的陰跟陽不能夠生光 我們的電線有火線有地線 按理說一交叉怎麽樣 燈就亮了 但是為什麽不亮 很簡單妳搞壹個膠皮把它打壹割 火線跟地線不連接 它就不放光 燈就不亮了 妳只要把這個結緣體一拿怎麽樣 它又亮了 壹接上去又亮了 什麽原理 所以我們人為什麽會生病 妳的DNA為什麽是壞的 生出的細胞為什麽是壞的 因為妳DNA裏面有什麽 黑色的東西變成了一種絕緣體 使妳的生命的DNA中不能夠什麽 放光 所以這種東西我們叫什麽 黑子 放出來的光的叫什麽 光子 光子組合成了光團 所以光子有三種狀態 它組合起來 它一種叫光子壁 光子壁是什麽 就像我們吃的麵粉 一顆一粒一粒的 所以這種粒的話 風一吹怎麽樣 一吹散掉了 所以說我們體內的光子裡 都被我們什麽東西散掉了 整天妳的眼、耳、鼻、聲音、地 有沒有把它關住 關不住 眼睛再開耳朵再聽 外面的風一刮 把妳的這些像麵粉一樣的光子裡 全部散到外面去了 所以說我們普通人是什麽 耗散結構 修煉者要幹一個什麽事情 說這個麵粉很容易被風吹散 喜怒愛樂、悲捧精、八風 很容易使我們的能量散掉 光子散掉 所以說我們怎麽樣才使這個麵粉 不會被風吹掉 八風吹不動 怎麽樣才能做得到 你們做過飯的人都知道 幹什麽 活麵 活麵是什麽 用水把麵粉揉成一個麵團 這麵團一揉成了以後 風吹不動 所以是光子有光字團 所以在老子的經典中 他叫它什麽 活光什麽 活光同塵 要把光 活麵一樣的 把這個光 像塵一樣的光 活成什麽 光團 活成光團以後 它就不散了 麵團是風吹不走了 它就可以拿來做饅頭 做餃子 做麵包 所以是光子團 它可以做什麽 它可以做麵包的咧 所以是我們馬上 明天在台灣有個鼻鼓課 你們中間有一些人上過的 為什麽我們修煉者 可以7天 21天 49天 81天 甚至一輩子不再吃東西 實際上很簡單 你如果學會了把光子粒變成光子團 你有一個團在自己的身體裏面 你就可以畫成什麽 你想吃什麽 它就畫給你吃什麽了 那已經變成天亮了 吃麵包 自己的光子團 可以畫成麵包給你吃 你想吃蘋果 它可以畫一個蘋果給你吃 為什麽 所有的蘋果都是光做的 光沒有的時候 蘋果爛了 所以麵包裏面沒有光 麵就發霉了 麵包就發霉了 只要有光它就有生命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吃麵包是吃麵包裏面攜帶的光 你吃蘋果是吃蘋果裏面攜帶的光 你們到蔬菜場上去買菜 從來沒有說專門買老菜幫子的 菜都黃了都酷了 你拿回家去買 所以那個新鮮的嫩的你不要買 所以說我們吃菜的物體是吃那個菜裏面的光 所以你當然要鮮鮮的 要嫩的 要軟的 硬的 僵硬的 不能吃了 老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所有的我們只是借助於物質世界獲取光 獲取光 你有了自己創造光的能力 你不需要再去吃了 所以這就是壁骨的最大的秘密 叫天亮 那麼光子團它可以化成什麼 由光子形成的光子體 光子體 那麼這個體是什麼 人剛才說 麵粉可以做麵包可以做餃子 光可以做什麼 OK 光可以做神可以做神靈可以做先佛 是不是 佛在阿彌陀經中說 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眾 什麼 亦無邊乃是用光化出來的 所以說我們這個世界的神 有天神有地神有萬物神怎麼來的 有日月星神怎麼來的 是他們的光凝聚起來化成的 所以說我們接下來辦法會的是九月初九 九月初九 九月初一到九月初九 我們華人有一個重要的節日要過 是我們傳統的節日叫九王爺聖誕 是給北斗九星過生日的 因為他們誕辰生日這一天 同時要敬他的母親叫斗母星君 因為全天所有的星都是斗母星君化成的 斗母星君如果按照佛教的話叫佛母 因為他化了無量的天上的眾星的光 都是母親身上給他的 所以他就叫佛母 所以大家要從這個角度上 透出迷信回歸實相 那麼我們所拜的天上的所有的神 還有你們這次要拜的七百八十六個 在孔雀明王經中記載的諸神 神是真的存在的 它的存在是因為它凝聚了光的形成的光團 所以它就形成了一個由光化成的神體 叫神靈 這些神靈比我們人有什麼本事啊 它是光做的 我們是什麼做的 我們是土做的 你沒聽說死人的時候 我們說成歸成 土歸土 你是成土做的 因為沾了地上的土 才變成臭身體 所以你回家洗澡的時候 幾天不洗一洗全是土 搓一搓就出來一堆土 搓一搓就出來一堆土 我們是土做的 人家是什麼 光做的 光做的它就有一個本事 你光速在法界中穿越 你要不要拜它 你拜它 它如果做你的護法神 它要做你的護法使者 它要做你的傳遞使者 哇 你發達 為什麼 你不用衛星電話 你想去銀河系 它啪 你它去 去了 你想去一堂法界 它去了 它幫你了 甚至你跟諸佛菩薩四生眾交往的時候 這些都是光化的身體 觀音菩薩的身體是光做的 阿彌陀佛的身體是光做的 怎麼知道 它說阿彌陀佛身經色相好無量 相好光明無等 輪它的光明 進去空變法界 沒有人能夠跟它相等 所以它是光做的 所以你請它容易 太容易了 為什麼 它一光速 一秒鐘三十六萬公里的速度穿越 瞬間就到達了你的所在裡 眾生想請它 它馬上就來了 觀音菩薩尋聲救苦 你念它 它馬上就來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這些神靈 這是四生眾 阿羅漢 菩薩 這個佛 那麼 皮之佛 聲文元解 這些四生眾 它出了六道 不再生死輪回的這些四生眾 是真的 它真的存在 你不要以為是大腦裡的東西 它不以你的大腦的主觀 說我不相信它存在 它就不存在 我相信它存在 它就存在 No 它是客觀存在 為什麼 老子說它們都是死而不亡者受 受 什麼叫受者 在金剛真說 無人像 無我像 無眾生像 無受者像 它們是什麼 它們是受者像 受者像 它們為什麼是受者 它們獲得了永生 在基督教用了一個很簡單的名詞 叫永生 永生就是永遠的活著 所以它不生不滅 不夠不盡不增不減 所以你從這個意義上 認識聖子的永生生 那永生生 它可以幫你解決什麼問題 你是個Baby 你的父母可以幫你解決什麼問題 吃喝拉撒睡全包 對不對 那你自己是個Baby 佛菩薩是你的父母 那吃喝拉撒睡它全管 家裡的柴米油鹽醋它也全管 你的健康不健康 倒楣不倒楣順利 還是事業發達 還有什麼 它都管它 因為它活著 活著你是它的孩子 它一定要管你的嗎 有一個問題是你求不求它 所以我們所有的密法中 無論道密佛密基督密 都是邀請你去求這些聖者 有求就必什麼 應為了 但是你們求過了沒有 不求 為什麼不求 因為不相信 因為這些都是假的 都是騙騙人的 哪裡有什麼神靈 哪裡有鬼 哪裡有佛菩薩 如果有科學家 不早都給我們用電影演出來了 用電視放出來了 所以是2013年科學家才告訴我們 哎呀你們這些大傻貓 終於被我們騙了 騙的什麼 騙的可慘了 因為我們科學家搞了幾百年的科學實驗 只能把百分之五的東西 不到百分之五的東西通過儀器展現給你們看 還有一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空間 叫暗能量 暗物質實驗 所以我們一無所自 一切全部不反應 所以說我們人類被一大忽悠 這一大忽悠幾百年在裡面被騙 你還什麼 一定要等電視看到鬼 你才相信鬼 電視把佛演出來 你才相信佛 你不是一大傻貓 是什麼 所以說所有的聖者 他們通過一種特殊的方法 拿到了一把生命的所詞 用這個生命的所詞 開啟了引太世界的大門 進去那個現代一切不能偵測的空間 釋迦牟尼 耶穌基督 老子 孔子 莊子 所有的聖者 八仙 那這些所謂歷史上的聖者 通通是真人 釋迦牟尼是真人是假人啊 真人 老子是真人是假人啊 真人 孔子啊 你們是不是真人啊 不敢說了 連人都不是你們是什麼 真是 真的人是假的人 為什麼 長著人的皮 人的樣子 裡面不是人 怎麼說裡面不是人 我們人頂天立地 萬物中的最靈 你看你們現在靈得起來 鬼也怕 神也怕 走到哪裡夜落 還看見也沒鬼跟著 你靈得起來嗎 你不靈的 你是萬物中最靈的鬼怕人好不好 怎麼變成你變成你都比鬼還不如 你還怕鬼 不靈的 所以說你不是真人啊 假人 所以我們現在的人變成假人了 所以古代叫什麼 求真 修真 現在要找到那個真 才能什麼 去修真 最後才能什麼 成真 成真 所以說我們要從一個假人 這個軀殼中 修出自己的真誠 修出自己的真誠來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會 不想去學這個東西 為什麼不想去修這個東西 很多的明明眾眾 心裡呼呼 也不去修這個東西 什麼原因 什麼原因 因為你是假的 你沒有醒 你還在做夢 你在追求那個肉體上的東西 我們人是身心靈組合的 你有一個身體 有自己的心 有自己的靈 靈有靈魂 魂有魂魄 還有魂魄神 還有自己的心的結構體 修心有八個心 超越八進去第九 所以這些所有的都是什麼 都是真的 它影響你的情緒 影響你的心理健康 影響你的思維 這是心的這個部分的內容 靈是你靈魂 從你污染的靈 到沒有污染的靈 靈的進化的過程 身才只不過是一個氣 一個工具 叫載刀之氣 載著你的心 載著你的靈的一個載體 但是這個載體用上一百年 一定要換的 你很少看到不換這個身體的人 這個身體要換的 就像你們的手機 你們的手機 大概不用兩年一定要換的 現在IFO7又出場了 你們準備什麼時間去排隊買啊 但是問一句話 你們什麼時間準備把這個身體換掉啊 所以是什麼時間把破裂的身體 換成個金剛道身啊 沒人想換 為什麼 太可愛了 IFO7都來了 IFO6一定會被淘汰的 你呀 現在這個假身體 趕緊換個真的好不好 你為什麼這麼迷戀這個 用了幾十年的身體啊 並且越來越破爛了 越來越枯朽了 幹也壞了 肾也不好了 腿也不行了 為什麼捨不得換 貪戀 執著 這個假的身體為自己 就像你以為你的手機是自己一樣 手機是我的手機 身體是我的身體 沒聽說身體是我的 都是說我的手 我的頭 我的身體 賣摩的 賣漢 賣漢 哪有說這就是我 沒有一個 但是你們迷戀這個假的是我 所以天天為他去賺錢 蓋房子 蓋地 買地 然後買車 所有的都為他 結果到了一百年以後發現 沒有一樣我可以帶走的 自己換來換去 房子從小換到大 最後必然從大換到小 骨灰翁有沒有的 你們還覺得你們住豪宅這一輩子多麼光彩 換成這骨灰翁能有多大 所以是住豪宅 你住得起嗎 所以是大家要重視 我們修 要先修這個 使自己明白起來不容易 要先聞起來才能夠真正的大明 大明忠實以後 你明了了宇宙實相 人生實相 所以是所有的佛法的根 道法的根 基督的根 辱學的根 在聞 聞 聞在於使DNA放光 使黑子大量地用你的生命光把它置換出去 但是我們這個小宇宙的身體 你想只是用這麼24小時的打坐修煉 你想把這個黑子置換出去 太難了 太難了 你身體已經動得很冷很冷了 你如果繼續還在寒風 刺骨的寒風中 會不會熱起來 不會熱起來 所以你必須要找一個溫暖的家 溫暖的空間 躲在那個溫暖的空間裡 你一會兒就熱起來了 所以大家身上的業力 如果想憑著自己的修跟煉 想去把它置換掉 不可能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借助一個廠 一個巨大的廠 廠懂不懂 磁鐵 一塊小磁鐵 放在那個地方 它就可以形成一個很大的磁場 所以當磁鐵在這兒的時候 鐵錠放在這兒 只要它的力夠 一松手鐵錠進來了 為什麼會進來 磁場在這兒 再遠一點不行了 為什麼磁場裡外的 它不會吸了 這是告訴一個廠多麼重要 為什麼我們要有一群人 要有僧團 要有道眾 大家一起來修煉 一起修煉 你的小宇宙 我的小宇宙 他的小宇宙 每個人拿了一塊小磁鐵 就變成了一個大磁鐵 大磁鐵組合起來 就是疊加的一個巨型磁場 在這個巨型磁場中 就把你溫暖過來了 就把你光明過來了 然後這麼巨大的光明 就可以把你體內的黑子怎麼樣 釋放過 集合所有人的光 來劃你那點黑子 所以我們為什麼 大家共修的時候 會產生巨大的效應 但是這只是我們自己 一群人在一起 你能不能是四身中都來 是諸佛菩薩 是阿羅漢聲文 辟知元訣這些常盛的都來 還有你能不能是天上的 二十八重天的天眾都來 你能不能讓地獄眾生也來 所以六道眾生能不能同住在一個空間 就像我們一樣 一個加一個 一個加一個的 組成一個巨大的場 那麼如果能這個場 力會有多大 難以想像 我們一群人在這打坐 這個場已經是弄得渾身發熱了 如果是你說諸佛菩薩也來 天二十八戒 那麼多天眾 那麼多天皇都來 這個法界中所有的修煉的聖眾都來 那這個場有多大 所以這就是我們參加孔雀冥王法會的巨大意義 孔雀冥王是一部什麽經呢 它是把十法界四聖法界六道眾生 包括二十八重天 包括七十八六 七百八十六不是尊 四十八是種 這個孔雀冥王經列的是一種一種的神 不是 一種它就是一群的 比方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你以為它勾家寡人 所以你看孔雀冥王經中講到的北方天王 北方天王它後面跟著多少眾啊 我們供了一個北方天王 但是北方天王它後面有自己的天眾啊 它的天眾有多少 無量無邊 天王來了 天眾來不來啊 也來了 所以你供這個北方天王 實際你供的是北方天王率領的什麽 天種 所以大家發現孔雀冥王經只供了七百八十六 尊神不對的它是種 它是一種裏面很多無量無邊 四天王就無量無邊了 何況其他種 所以你把這個幾乎是說佛經中所有羅列的諸天 天地人三界四聖八界的六道眾生 所有的都在裏面了 所以這個就是實法界 能夠結成一體在一個六合空間中修裂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什麽 巨大的磁鐵 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磁場 你在裏面會不會得到化變 所以這就是我們爲什麽 去年舉辦過孔雀冥王法會 今天還要再辦的原理 是幾何無量的實法界眾生 同處一個什麽 六合空間中 這個時間 這個空間 這個地點 今年我們真的有福 為什麽 我們去年是個小盒子 在這個草地上 基本上是熱的受不了 都出汗 大家要虛脫 今年我們換了個冰箱 什麽意思 大盒子 大盒子 大盒子就是大六合體 這個名字寄得很有意思 所以是誰修的佛啊 是你們去年修的佛 所以今年可以涼悠悠的 三天在涼悠悠的環境裏 不用遭罪這樣的福 抱著大盒子裏面 big box裏面 這個大六合體裏面 好好的清淨自己的身心 去修佛修得吉德 這是你們去年修了的佛 所以大家要宗旨 這就是天真感應 這就是說我們能做到 你做人在做天在看 我們這些修密法的人 不是人在做天在看 換一句話 人在做天在什麽 幫 這個厲害哦 人家只是在冷眼旁觀 有啥意思啊 你忙得過來 他伸手就幫你了 天神一幫你啊 你那個小小的事情 算什麽事情啊 毛毛雨咯 根本就不算事情咯 只是大家要重視 你要實現 信為萬元功德母 你能夠修煉成功 就是一個信 信誰 不是信張武神 信實法界 眾生都是活著的 都是真實存在的 四聖眾是永生生 他沒有死 他活在法界中 所以我們信這個 然後你就同評共振 你就感應道教 然後你就有成畢業 然後你就跟這個場性同評 過共振 十分了不得 我們曾經找過很多的方法 我這一生從十八歲開始訪師 問道 大概這幾十年 三十多年來 問道過五十多個老師 五十多個老師 有民間的 有佛家 有道家的 有醫家的 各種各樣的老師 我一致法心 要找到一種東西 就是 我找到它的時候 法界沒有真道 因為我們這些 在法界有使命的人 要去調控石工廠 把一個污染的廠 變成進化廠 把一個斜的道廠 變成正道廠的時候 必然是雷電交加 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有一天 有一次法界的交戰 所以他們第一次 我們去開針寺 我身邊跟了幾個人 他們嚇著最後 跑到車上躲著 為什麼那個雷啊 叫咔嚓 就是往那個寺院裡打 老師在那個地方 看著天 咔嚓咔嚓咔嚓 往那個寺院裡打雷 那個雷直接 那個電就閃到那個寺院裡面 打了半天的雷 所以為什麼 因為我們馬上要得到一部 至高無上的命法 所以是法界的那些 那些陰的東西 斜的東西在干擾著你 不讓你接住 最後打完雷好了 好了 打完雷了 敞開了 然後佛菩薩才把真正的孔雀冥王精 交破下來 把孔雀冥王精的 在高於空間的那個場 進行了臉空 我們拿到了這部 孔雀冥王精 拿到了這部孔雀冥王法以後 我們去埃及 去希臘 去阿爾卑斯山 去金馬倫 去東密的道場 富士山 我們沒有多少這麼多 為什麼 孔雀冥王精中告訴我們 這部經是一千二百一年前的 七佛的第一個佛就開始說這部經 七佛之後 一直到釋迦牟尼 每一個佛都要講這一部經 並且未來大家知道我們這個世界是有救的 所以大家不要做逃跑者 你們來到這個人間是要救你們的兄弟姐妹 救你們的累世的父母的 為什麼讓大家做大功德主 你做一個小功德主 你就是指示今生的父母 你姓張 你媽媽姓碧 把張家碧家都共了 其他的沒有共 但是你忘了你是生生世世無始節的生死 所以你要有廣大圓滿心 就是我有經濟能力 我把法界聖誦都共了 我把北市的冤親債主都共了 把自己的生生世世的父母都共了 把那些無主冤魂都共了 把八難橫死的戰爭 一死幾百萬人幾千萬人 我都要度了 廣大圓滿心 無量聖誦心 但是不要成了 你不要去把房子賣了 你睡大街來做供養 那你這個叫有所執著 頑固不化 你這個是貪功了 不可以 自己有能力 有多少能力 出多少能力 那麼幹什麼 供養聖誦 供養十法界來的所有的眾生 那麼我們用《孔雀明王經》的書上到哪裡 《孔雀明王經》中記載的 那麼從一千二百一年前的第一個佛開始 七佛的第一個佛開始 到未來 尼勒菩薩來到人間成佛 娑婆世界 我們腳下的大地成淨土的時候 都要用《孔雀明王經》 這部經 這部咒 都在產生著巨大的作用 《孔雀明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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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明王晝》 法界所有的眾生不得腦害他 即便他是你最大的冤親在主 他也不得腦害你 誰去腦害你 無論是天仲 隆仲 阿修羅仲 還是鬼界 還是忽利經界 忽靈道 所有的這些大王 誰要感動你 頭左七分底 什麼意思 頭像西瓜咔嚓裂七瓣 你們列一個給我看 老江崩裂 然後頭左七瓣 還有活命啊 誰簽下的起約 從一千二百億年前 第一個國跟眾生界簽起約 跟法界簽起約 一直簽到我們這個《孔雀明王經》 這就是《孔雀明王經》的書上 誰學會了這部經 誰學會了這部造 那麼誰這一生修煉就可以一生成就 所以我們掌握了《孔雀明王經》 《孔雀明王經》《孔雀明王晝》以後 我們去所有的這些很深的地方 包括阿爾比斯山不是我們新加坡的 《金馬雀明王經》也不是我們新加坡的 《孔雀明王經》也不是我們新加坡的 我們去了以後怎麼樣 哇 人家悉聽你的令教 你只要一送全部貴聽 貴見 因為你持經你送咒 不是你張布生有多厲害 不是我帶的學生有多厲害 是人家有一個契約 誰不聽 那個咒會發生在他身上 他的頭會抱成氣氛 沒人敢吧 哇 我們發現沒有掙托了 十法界的眾生一體修煉 大樹王把他的綠茵茵的光 三千年的光給了我們 大山王把幾千萬年自己煉的光給了我們 將來我還要帶著你們去印尼 印尼跟馬來西亞的沙勞月在一起 有一個古老的板塊 那塊板塊如果沒有猜錯 大概有二十億年的歷史 因為這是一個古老的大陸 換句話說那個大陸上的王 就是二十多億年的壽命 你得到他的價值 他給你的東西就值二十多億年 說老師我要那麼多幹什麼 你別忘了 你這次從宇宙軸心墮落下來 已經到現在走了一百四十億年 靈光圓滿史成果 你要收回這一百四十億年的靈光 你就需要得到那個二十億年的 四十億年的 一百億年的 一百四十億年的那個能量體 怎麼去得到 我知道你們有方法 在家睡一覺做一個夢就拿到了 叫做夢嘛 做夢娶媳婦想的美 你們都知道 對不對 醒了就是空的 所以說如果真拿到就不能做夢 是要真實的跟一百四十億年的法界的所有的聖眾 所有的眾生 一體修練 同平共振 它把所有的能量布施給你 你完成了一百四十億年的修練 你可以一生成就 去到一真法界 否則沒有希望 我們如何上到這麼高的空間 很簡單 用孔雀冥王經啊 修孔雀冥王法啊 你只要修還不是一百四十億年 是一千二百億年的 新佛以來的法界中的無量宇宙的眾生 都跟你同平共修啊 你成就個一百四十億年的小果報 太小了 為什麼用了一千二百億年的能量支持你 是不是你的成就太容易了 所以說大家要重視 為什麼老師多次今天又辦這麼一次大法會 給你們辦點十分殊勝 所以說我們在應用的過程中 所以說感覺到十分殊勝 並且法界再無爭鬥 不像以前類似我們啊 又打雷又下雨的 然後這個沒有爭鬥 走到哪裡都有片祥和紫雲跟著我們的團隊 給我們打這雙傘 你到山前他就跟到山前 你到山後他就跟到山後 所以你如果遇到陰天他就親給你看 你遇到雨天他就遮陽給你 遇到雨天他就親天給你看 所以這就是輸手 這就是修成了這步法 所以大家不要只是參加火工哦 你要參加那個九號那一天的活動哦 為什麼 那一天從早到晚 孔雀冥王經的上中下三卷要送完了 送完一次 是開成四的慈節法是領重 拜日大家送的 等於給你們灌了頂 等於把這個法完整地灌輸到你的心田之中 入了心田 你是受法者 你是受眾 你就擁有了這部法的法力 你就修了這部法 以後只持念孔雀冥王咒 這句話就可以了 修成了 不要錯過 一輩子沒有太多的機會了 老師再活三十年 也就只能再辦三十次嘛 你以為你天天都有的辦啊 所以不要錯過機會啊 什麼都沒有這個重要 出差不出了 扣工資就扣啊 我也要來參加這個法會啊 啥事都比不上這樣的 但是元金債務會做到你們 會用各種的手段 你今天不去 你少掙一百萬啊 你別忘了 你今天少掙一百萬 你多掙幾千個億啊 為什麼 我們要的是暗屋指世界的暗能量 那個東西轉換出來 那能成多少錢啊 所以是 並且在這個場中 受怨悉靈法 我們這次去日本 把東蜜 因為孔雀冥王經 真正傳承的 是不空大師 不空大師 是我們唐蜜的師祖 唐蜜源自於善無謂 金剛字 不空大師 不空大師把金苔合曼 然後 因為講故事講太長了 留著那天報告會告訴你們 今天就不講 所以不空大師才是真正的 把唐蜜完整起來的 金苔合曼的祖師 但是不空大師一輩子只用五經一論 五經一論 一個是大日經 一個是金剛頂經 一個是蘇西地經 還有兩部經 就是孔雀冥王經和後果日王經 還有一論叫金剛頂宗發菩提心論 唐蜜修正者只把這五經一論搞懂了 通通搞定 所以從蜜上面沒這麽複雜 如果是真正從蜜這一個字上入佛蜜的話 你抓住一個字就完成了 那個字叫什麽 大聲說吧 說著都不敢光明說 你是能幹什麽 光就是那個東西 蜜就抓住光 使自己的內光起來 同平共振外光明 跟自己光化自己 你成了無量光明師 你今生就得蜜言淨土 你今生就得了蜜言道場 一生成就了 所以是佛蜜就一個字就是個光 道蜜就一個字 什麽字 光 然後基督教什麽命 光 然後埃及什麽命 光 所以是大家只要不停地光光光光光光 就明了 你一旦的無量光明了 你就成佛了嗎 你就成聖了 你就獲得永生了 你就不死了 就這麽一個秘密 所以是搞了半天 因為太簡單了 所以搞了千金萬碟 去忽悠你們 最後師父說 找師父 找師父幹什麽 求那一句話 叫假傳什麽 萬卷書真傳什麽 一句話 一句話就能夠光 還是一個字 所以是就這麽簡單 所以是滅就這麽個東西 你要不要 要你就光鮮了 要你就翻了還童了 要就永生了 所以是學這個技術 然後解大光明廠 所以是我們的孔雀明王經 不光是你們看到的一個九個坦城 實際上我們在整個做的期間 是你在的那個空間場 解成了一個巨大的一個 Big Boss 什麽意思 大盒子 大六合體 所以前不久我們在不停地 為這個道場的落定塵埃 到底是在草地上辦 還是在Big Boss辦 大家在這搞了半天 我不知什麽 為什麽 我在玄關的時候 我看到了 我意不識地離開了自己的一個box 是透明的box 六合體 它裏面光的亮的很新 很新 跟它心形相應的這麽一個盒子 從裏面出來 出來了 別人問說你去哪裏 我說我要搬家了 他說去哪裏 我說是 那我就知道 我們一定會在Big Boss辦 但是中間波波折折很多的波折 什麽原因 因為我們已經把一個小的六合 給搞光明了 我們現在要使整個的馬來半島 因為馬來半島將來 吉隆坡連接新加坡一個小時 到了直通車就在Big Boss前面有一個車站 把這個點光了 通過幾年的法會把它光了 連同的是整個馬來半島南龍的光 用那個去裝那個大的南龍寶座 我們通過這個法會 我們通過這個法會的意義是十分重大 不是為自己 不是為新加坡 是為整個人類的南方這條龍 真正大名起來 人類要明 必須有光有火 南龍說火 說心 心不明 點就不會亮 心不明 自己就會弧度 所以說我們的使命很大 但是老師一個人的力量太小 所以要借你們的財力 借人力 借你們的物力 借你們的智力 借你們的心力 大家一起來共同地完成 這樣一個新世紀的巨大的 為人類整個的文明 新文明的到來 人類重新回到文明的正土上 現在人類墮落了 失去了文 說是沒有了名 失去了文 沒有了畫 現在是一個沒有文化的時代 因為大家受到的教育 都是自我頑固的教育 你們想想你們之前 是不是學的都是自我頑固的教育 我是對的 我是英雄 我是邪惡 我可以拯救公司 我可以拯救世界 我可以拯救 你都是自我頑固的 不是文化 是文物 頑固 沒有文了 不亮了 是不是 你不是文化 所以你要從文化開始重視 那你才能夠真正地把自我給顛覆了 給自我給戰勝了 然後你才能夠大明什麼 忠實六腰皆陽 你才能用一個小的內光明回到一個法界的大光明 然後另外一個光明一生成就 一生成就是獲得永生不是死 老子告訴我們 死而不亡者受 真正成就者不會死 獲得的是永生 它是法身 自信身 等流身 受用身 那麼 合而唯一的一個光明神 叫金剛神 叫堅固金剛神 不像你們理解的都是空 死也是空 然後練成了也是空 那就死了算了 那就等於不用練 對不對 不是這樣 所以大家要重視 我們為什麼要辦法會 很簡單的 我們要把自己所有的不順利化成生命 所有的不順利展現在我們的人身上 可能是身體健康不好 不但你的身體健康不好 父母兄弟姐妹 你的員工 你周圍的親戚朋友 都可能身體不好 身體不好 什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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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障 就這兩字 記住 被障礙了 本來身體是光明的 被那個黑子給障住了 給愛住了 被那個結緣體給擋住了 不放光了 叫夜 是吧 障礙 記住 所以只有把這個黑子釋放掉 把這個業障脫合掉 就又光明了 又光明你也健康 家人也健康了 周圍你所關愛的人都健康了 健康得不到是業障 錢財賺的不多 是什麼原因 什麼原因 野障 野障 你想跑快 路上有半腳石 叫障礙 你要下來停一停 去搬石頭 搬完一石頭 開了不到一里地 又有一塊石頭 又下來搬石頭 對不對 你跑不快 你不能順順利利的 達到賺錢的目標 順順利利的把事情辦好 當然你就不能賺到錢 聰明人幹什麼事情 先不要開車 先去買一輛推圖機 把路推平的再說吧 新出業障 都參加大法會 好好修菜圍法 好好修三修一畫的經營消夜法 所以你的事業就順利了 事業順利了 道裡的錢多了還是少了 你連說多都不敢說 怎麼多搞錯 老師問一句多了還是少了 多了 我看聽那個聲音就不多 我們叫真言宗 說多少還有什麼二話嗎 多了還是少了 多了 這才能多嘛 你們天天去買多多 不用買了 好好把業障消除了就多多了 錢也多多 好事也多多 所有的東西都多多了 就是吉祥都多多了 因為不順都被你搬走了 所以有的人說老師很噁心 你教這些東西 我們四大皆空 佛法有兩種修法 一種是你真的能夠說 受持不沾錢的戒 出家人之前 什麼叫出家人 出家人第一戒是不沾錢的戒 他的雙手拿到錢 是要被打的 刀裡不可以裝錢 手上不可以動錢的 這是出家人叫四大皆空 現在給一個紅包趕緊塞口袋 然後這個就翻了戒了 這是出家的第一戒 不得動錢財 因為你四大皆空了 你可以騎士拿著婆給人要飯吃 要水喝 你給錢不可以要 他玷污了你 因為他破了你的錢 在勾搭你的欲望 使你墮落 出家人看到錢 趕緊給他破掉 還是拖著要飯 要水 錢還是你的 我不懂 所以你真能做到這種四大皆空 我佩服 真的佩服 不要錢 家裡孩子沒奶粉 你還說我四大皆空不要錢 房租交不上不要錢 出去坐巴士 自己走路不要錢 你真能做到 我真的很累 但是時空點不同 我們現在在一個商業社會 你要拿工資 你要賺錢 因為不是為自己 你有孩子 有老婆 有父母 周圍還有那麼多人要你幫 你既然有智慧 有體力 你是一個健康人 你應該幫別人 不是讓別人幫你 你不是那個被施設者 因為你不是出家狀 所以你要當起這個社會的責任 你要多多的給國家交稅 國家才能夠去辦修工路 才能去養老人 才能搞這個醫保 對不對 終生健保計劃 那國家沒有錢 你們都不交稅 國家哪裡可以搞終生健保 不能像有些國家那樣欠了人家外債 還說我們不還 不還就是不還 看你怎麼樣 這放賴 所以說我們修道 這哪裡可以放賴 你欠了人錢不還 還說不還就不還 我們全民投票不還錢 很光用 所以說記住 這不是道 這不是佛法 佛法是與世俱進的 它便意之道 所以說我們今天在商業社會 你已經沒有了土地 你不可以自己種大米 你不可以自己種蔬菜 你吃的要買 喝的要買 走路要錢 你什麼東西都要錢 所以是沒一樣不要錢的 所以是你要解決自己的自力更生的問題 你不可以欠法界終生錢 所以你自己用自己的智慧 用自己的體力去換成金錢 養活自己的家人 貢獻社會 再多餘了不思交稅 為國家 為民族 為我們的社會做貢獻 社會才能真正文明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們在家修行的局勢們 你們要發願求事業順利 發願求自己健康不生病 發願自己能夠錢多多 事都是順順利利的 你的上司要賞識你 下級要幫助你 同事要不怨恨你 跟你搞團隊合作 你的客戶要敬愛你 這樣你才能所有的東西順順利利 那你就要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你要幫上司還債 幫同事還債 幫親友還債 幫孩子還債 幫客戶還債 要不要 捨不得 捨不得 你哪有那麼多錢呢 自己都剛剛夠用 還想做那麼多事 很簡單 做不得 沒有那麼多錢 參加法會的時候 不要當自己是客人 我不是義工 但是我早來兩個小時我幫忙 幫幫忙忙了 大家開始法會了 我也好好的去參加法會 會場結束了 我不要走 我幫忙收拾會場 幫忙收拾這個教室 我沒有錢 但是我可以盡一份力 我可以盡一份心 這個功德 照樣可以為相的 這是你賺的 這個賺的是什麼 引態世界的無戀功德 因為你不為自己 你為了這個法會圓滿 為了來這裡的大眾 能夠享受那份安逸 能夠安下心來 靜下心來 在一個很莊嚴的道場裡面去修法 去聽報告 聽大師們的報告 關於生命實相的報告 你的功德 你回想 回想給你的冤聽寨主 上司的冤聽寨主 同事的冤聽寨主 父母的冤聽寨主 做無量的回想 有的人說 老師我好不用去賺了這麼一點 這一無量沒了 你把一滴水放在手裡 永遠只是一滴水 你把一滴水放在大海裡 這大海全部都是沉吸的 所以是 學會無量不思的人 就是做一點功德 趕緊無量不思 所有的眾生 你一樣都給你 這個叫信德 為什麼 我們的佛性是虛空 佛性是無量法界 所以你一旦把它不思到無量的時候 你變成信德 圓滿 用自己的佛性之光 化成了無量功德 是不是 哪怕你去法會上做那麼一點事情 這樣大的十法界 四生法界 六道眾生 同住一個空間裡 做一點事情 跟他們都有關係 他們都欠你的 所以大家要重視這種法會 千萬不要錯過 沒錢也要來 也要來盡一份力 錢多錢少 不是一個衡量指標 不要說我錢捐得越多越好 不是 是跟自己的收入去衡量 我確實是還有多餘的 有些人沒有錢不能贊助這個法會 我多出一點 讓那些人只是來同沾佛光好了 你的發心是這樣 不是說我拿的錢越多 功德越多 我要多多 不是這樣的 是自己的一個盡心 沒有染的意義 我為那些大眾 能夠參加得了這個法會 今年OOS辦法會沒有賠 那麼明年他就還敢辦 今年賠得稀里花啦 工資發不上去 房仲交不上去 明年要人家還要辦 那就是辦還是不辦 老師想辦也沒有辦法辦 所有的人說你先把工資發了 我再去辦 因為你一辦法會 我們就沒有錢拿了 你都就賠得稀里花啦的 就不好辦 所以你的錢是拿來支持這個道場 支持這個法會 讓他不賠 所有的費用 房租 買材料的費用 請法師的費用 道場所有的花銷 都能夠每一個人拿一點 眾人食材火炎膏 好了 這個就活起來 今年辦明年辦 老師還能活三十年 最好他民眾辦三十年 對不對 那三十年以後 基本上你們這裡很多就在天上了 成佛了 對不對 不在那 對不對 動死就使勁了 對不對 所以大家要重視 這個是一個一個心 不在錢落錢上 不要去算錢 我記得給大家講過一個故事 就是半文錢跟萬兩黃金的故事 這個是了凡私信中記載的 當年一個平家女 她的村莊被洪水淹了 沒有飯吃 河南人去討飯 我們黃河經常決定 一煙莊家都沒有了 沒飯吃 只好到別的省份去討飯 討飯呢 他前四也沒記什麼得 討飯你不要以為很多人就能討到飯 有的人討到飯 有的人討不到飯 什麼原因 那個叫羅漢托空婆 我又沒聽說 有的人去要就滿滿當當的 有的人去要就空著回來了 什麼原因 你前輩子跟人家沒有種下 因跟緣 人家不欠你的 連一碗飯都不給你吃 所以證明自己前世紀裡的德行 叫職能誤化 那個能量不夠 所以轉成今生什麼都匱乏 所以我們辦法會是幫助大家 把前生不夠的德集回來 再用這個德你要多少什麼 他就轉多少給你 叫職能互換 就是你在這個物質世界 所得到的所有東西都是能量轉換過來的 這是物理學的原理 叫能量轉換成物質 你沒這個能量你想拿到那個物質 想拿到錢 想拿到獎金 想煮好一點 吃得好一點 飯不到 所以這個評家女呢 前輩子也不咋給你 所以去討飯 討了半天 沒人給他飯 最後討了半文錢 以前那個錢叫穩 一穩兩穩 那半文錢 連個蠻都買不起 所以就要餓了 但是這個評家女呢 就是悲哀自己的命運 所以是願意忏悔 所以我知道 這是我前世造孽太重 我去忏悔吧 求佛忏悔 去為佛點燈 結果她點上的那盞油燈 她半天不滅了 為什麽 她真心地忏悔 全心全意 把自己僅有的半文錢 餓著肚子 然後來供佛 結果感動了方丈出來 方丈為她做大忏悔 說忏悔的力量有多大 增加法會 你真心忏悔 真心不思 你會有多大的利益 結果呢 災難過去了 她回到鄉下 皇帝以前是賢妃 在天下選美女 所以她就叫先選宮女 從宮女裡再賢嫔妃 一步一步地提上去 這個女子被選進宮去了 選進宮裡以後 得到皇帝的寵愛成為嫔妃 就是皇妃 僅次於娘娘的 達到娘娘的這個位置 上面就是東宮西宮 三宮六宴七十二妃 達到了這個水平了 然後結果皇帝就經常給她賞賜 那麼她就想起自己的當年 去這個寺院摘森 然後供登禮佛 才歡迎得了今天的這個富貴 她感恩 感恩以後 她帶了萬兩黃金去布施 還去同一個寺院 你想想那個皇妃出巡什麼驛戰啊 又敲鑼又打鼓 然後張張揚揚的說 黃妃去哪裡啊 去還院啊 去廟裡還院啊 帶著萬兩黃金啊 這天下沒有人知道 結果去了寺院以後 這個房帳沒有出來 讓她那個小沙民 小徒弟出來 為她做禪圍 娘娘 這個有點不理解 說我當年半文錢 你老人家親自為我做 今天我帶著萬兩黃金來了 居然你讓個小沙民給我做 這個老和尚是得道的 然後出來跟她說 當年你的英文半文錢呢 是你的十心十意啊 你現在的萬兩黃金啊 是虛情假意啊 你有什麼祈求啊 什麼祈求啊 當了妃子能不能當皇后啊 是不是 我再換一個角色啊 母藝天下啊 人的貪心都是這種 但是經常沒這麼說 這是我才的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張張揚揚的去搞這個東西 所以不是真心是意 然後這個 最後說 你不配我來做禪圍 我的徒弟都是多餘的 沒有作用 為什麼 你來顯霸的 什麼意思 講這個故事給大家聽啊 你們在做的 經濟條件很多不是很好 不要跟人家攀比 說人家做了多大的功德 我做了多大的功德 不要用錢去衡量 這個東西盡心盡力 有你不要算盡 別人都拿那麼少 我也就拿那麼少就行了 去算盡 有你也別算盡 沒你也別算盡 盡心盡力 保證自己的家庭用途 正常開銷 還有多餘的 結餘的可以做一點大功德 大功德 不夠不夠你出著力就可以了 沒有錢 一分錢沒有 你來也是功德 叫隨喜功德 叫歡喜功德 可能比那個半分錢的功德還要大 那搞不好你也當個皇妃當的 對不對 那個時候你就用花奶黃金來摘僧了 所以說大家要重視 這個是你的心意 不是表面上的錢 所以為了方便大家呢 我們這次也搞了從東密那邊 引回來一個護摩木 護摩木五塊錢就可以買一支 十個願望五十塊錢就夠了 小小的布施也是可以 那麼把自己的願望刻在 寫在這個護摩木上 為什麼要用木不是一張紙 我參透了這個玄機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那個光化成的 你燒一張紙蓬一點光 燒一個木很大的光 所以這個光從無形 有形化成無形 所以你一個月寫一團光 它就很夠分量 然後就化成你的願望 所以師父是拿你的東西還給你 所以大家要敢於捨 但是我不是為了求而有所捨 而是莊嚴道場 莊嚴道場 所以大家要從心態調整一下 不為自己 為眾生 為眾生的覺醒 為人類社會的更加文明 為我們成為一個真正的文 而畫的人有文化的人 不要去比學歷沒有用 要比自己的畫力 自己畫掉了多少個我 畫掉了多大的一個牛 多大的一個牛的我 從這個文化力上面去尋找 從自己的文明度上 所以說我們只有內文明 讓自己的盧腦腔放光 胸腔放光 腹腔放光 腹腔放光 才是六個腰 六腰皆癢大功中式 天地人三才三丹田放光 必須五臟先放光 五臟放光之後 天地人三才才放光 那你就完成了從一到八的變化 就達到了天德圓滿 就到了第九的成光 所以大家要從內文明上入手 好好的在心上下功夫 不是在外向上下功夫 用自己的心參與這個法會 用自己的力去參與這個法會 無論是財力 心力 人力 體力 所以大家從心地法門上好好解決修一修 這個樣子才能跟法會的純淨的性德同平共振 你才能被法界的光明所化 才能變成真正的文化人 才能變成真正的文明人 一個人文明了 兩個人文明了 十個人文明了 一百個人文明了 一個人文明了 我們七十二億人都文明了 我們這個世界就有救了 一人 關乎到天下 這一人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從自己開始化變 從自己先文明 然後我們的社會就有希望 從你一個人的文明到家庭的文明 從一個家庭的文明到很多家庭的文明 從一個國家的文明到一個世界的文明 從一個星球的文明變成 所有的星球都文明起來 我們這個宇宙就有救了 所以說我們的心量很大 這樣才把自己的功德才能化大 化大才能真正的卜力十方 十法界一切眾生 那才不辜負我們這樣的莊嚴道場 那麼不辜負今生有這個復原 神進到這樣的道場來化掉自己 文明自己 光明眾生 所以這是在法會要來之前呢 給大家透露的一點天機 希望你們真正的能夠用自己的心 用對自己的意 來參加這樣的一個莊重的莊嚴的道場 那麼跟十法界把所有的怨恨 剛才說我們吃肉身在地球上 我們沒有辦法上天 所以你不能跟天眾結合 我們沒有辦法去一真法界 你不能跟四生眾結合 你不能去地獄 你也不能跟畜生溝通 你也不能跟惡鬼溝通 但是恰恰在這樣的一個big focus裡面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六合道場中 四聖六道十法界眾生都來了 跟你有緣的都來了 叫老師裝得下來了 這個就是佛性之妙 叫近虛空變法界不為大 拿入戒子之中不為小 叫蜗牛可裡可以做一個道場 這是信德的畫面 這個需要大家慢慢從明星見心的角度上 去理解為什麼一個big box可以裝下十法界所有的眾生 在這樣的一個莊嚴的十法界一體的大六合場中 我們完成自己清明宵夜的工程 才能使自己所有的障礙通通消失 然後什麼東西都順利 所願心靈滿足 好就這樣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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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